其實如果你說這段 尷尬的位置就是買納紙很容易磋頂的 因為其實如果以低位反彈計 就去到其實13000 我用就用NASDAX100 因為外面有些會用納斯達的中紙 但是我就用期貨 因為我們平時都比較做開 就是投資界或者我們通常比較多用納斯100的Futures 如果你說納斯100的Futures 其實就去到13100多已經差不多是反彈阻力位 或者叫做低位反彈幅度已經有些夠多了 那你再想第一個大家的想法就是會不會真的見底回升 或者見大體沒事 就是市場共識有這些想法的時候就開始 就危險了 對 不會讓你那麼順滑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其實潛低位反彈都多 而且時間都不短的 其實如果你看看之前可能跌到 就是頗慘的時候 大家就沒什麼心機了 但是它不覺得已經是這些 說納斯可能11500 距離現在來說都說1500點附近的位置 1500點以下的位置 其實已經連續反彈了大概都兩個星期 兩至三個星期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反而是覺得是 如果你說健康一些的情況 就可能去到13300至1400左右 這些位置 就是再找到可能8至200點 就其實差不多要有些健康一些的調整 就是可能回到13000以下 12700至12800左右 再走過 我覺得這些是好的 但是其實是有機會 情況就是去到這些位置就開始回 然後就開始炒一些小隻的 那就差不多這一層 大家可以差不多休息了 但是又是那些 就是大家看到Meta Apple 看到那些打架股全部 就是昨晚 譬如昨晚一些 我們自己的朋友就會出來問 Apple 什麼事 為什麼要升三隻 就是Apple升3%到4% 就會踏著大家發覺市場是懂得動的 就是這些位置 如果是這樣就會差一點 我覺得現在策略上可能的情況 如果指數就建議 剛才說的 你真的忍了 它是可能會彈的 但是你忍多一點點 你等它回到NQ 回到13000以下 就是最好就是12800附近 你才會做一些QQ 就是如果你真的買 買ETF 的話